中国的礼崩乐坏不是吸血引进的结果 而是三代以后暴秦以来 这个法家专制制度长期造成的 因此谭词龙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两千年来执政 秦政也皆大道也 三代的中国非常伟大 但是三代以后 中国的政治就成了强盗政治 两千年来执政秦政也皆大道也 两千年来执学循学也皆相怨也 这句话是骂循子的 我们前面讲过循子 是一个如法之间的过渡性人物 那么如果按照 如果按照谭词同的说法 循子就是一个所谓的相怨 什么叫相怨呢 大家如果读过孟子 就会知道 孟子在好几个地方都在骂相怨 那么当时的儒家有一个对立的概念 叫做相生和相怨 这个相生是什么人呢 相生就是四代夫 这里我要讲 古汉语中的相生 和我们后来讲的 我们后来土改的时候 说那个相生 就是土豪略生 特点就是有土地 那么以前的人并不是这么讲的 讲的简单一点是指的 儒生或者说文化人 而相生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相生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以维护道统为自己的责任 是吧 他在道统上是独立的 是吧 他们是可以面对权力 坚持自己道统的 是吧 用这个古代儒家的话讲 叫做从道不从君 是吧 就是我可以不服从皇帝 但是我必须捍卫道统 是吧 有自己的原则的 但是另外一些人 就叫做相怨 什么叫做相怨呢 相怨的特点是 墙头草两面倒 上面左他也左 上面右他也右 是吧 趋缘附势 是吧 完全没有自己的立场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 就是御用文人 是吧 那么如果按照 那个谭词彤的说法 那个孟子骂相怨 骂的是很厉害的 是吧 大家看看孟子就知道 是吧 如果按照 谭词彤的说法 荀子就开了相怨的大门 是吧 自从荀子以后 中国的知识界就堕落了 是吧 都成了相怨了 是吧 就两千年来 这学荀学也 接相怨也 是吧 谭词彤后来还说过一句 更极端的话 他说 发展到今天 他说这个孔孟子道 这个这个 这个已经陷入灭顶之灾 是吧 他说 群四万万之相怨 以为国 圣教安得不亡 是吧 这个这个 中国现在变成一个 四万万相怨的国家 说那个孔孟子道 还怎么捐持 是吧 所以如果要捐持 孔孟子道 那就一定要改变情志 是吧 否则的话 孔孟子道没有希望 甚至 他们还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啊 如果国家对老百姓不好 那么你的兵越强 越糟糕 是吧 富国强兵 假如你是一个不人道的国家 你还不如不强 是吧 那么把话说的最极端的 是谭思同 是吧 呃 谭思同说的这番话 即使在今天我们听起来 也是非常出格的 是吧 呃 谭思同说啊 幸亏中国的兵不强也 是吧 他说 像是中国的海军如鹰法 陆军如俄德 施以 承其残贼 几之君主之祸 欲不可思议 他说 中国是个君主国家 君主是蛮不讲理的 是吧 对老百姓非常坏 是吧 他说 这样的国家 如果有强大的军队的话 啊 那君主之祸 就不仅仅是祸中国人了 是吧 那就会祸到全世界 是吧 他说 比白人烟 红人烟 黑人烟 中色人烟 将为准国尔 欲上尘绝类烟得乎 是吧 那还得了吗 他说那些人都成了准国尔人了 大家知道 准国尔是什么 准国尔就是今天的新疆 是吧 大家知道清初的新疆啊 呃 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维吾尔人 而是蒙古准部 是吧 那么在清初的平准战争中 呃 准国尔人基本上给杀光了 是吧 现在就留下一个准戈尔盆地 是吧 一个一个地名 那么准戈尔人 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没有了 韩池彤认为 呃 当时清朝灭亡准戈尔是呃 很不好的 是吧 呃 我这里讲的不是统一 呃准戈尔这个地盘 而是把准戈尔人全部给呃 灭绝了 是吧 他下面这句话 讲的就是很 很 很出格了 是吧 很走火入魔了 他说啊 故东西各国之压抑中国 天使使之 所以取用其仁爱 治愈极致也 而中国不知感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那意思就是说呃 那个西洋各国压制中国 那其实是老天在行仁义啊 是吧 呃 那个害怕这么个强盗国家 如果强盛起来 会危害世界 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我曾经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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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把这段话列出来 我说你们想想说这个话的人是谁呀 是吧 这不有点像汉奸吗 是吧 说这话的人是汪精卫 莫非是 是吧 但是实际上是谭词同 是吧 那么你要是说谁是汉奸 你都不能说谭词同 是的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谭词同不仅在户序变法中 是吧 号称是啊 为了中国变法而流血的第一人 而且在户序变法失败以后 是吧 康有为梁启超都逃到国外去了 他是明明可以逃 但是他不逃的 是吧 他就说我就是要死在国 呃 中国 是吧 为中国的变法而流血 像这样的人 谁能怀疑他是不是爱国者呢 是吧 我们说即使是逃到 即使是逃到国外寻求避难的 梁启超康有为 你也不能说他们不是爱国者 是吧 你也不能说只要他是吧 逃到所谓什么什么 是吧 什么海外敌对势力那里去了 那他们就是 就就就就就不爱国 是吧 那何况谭词同还没有逃呢 是吧 谭词同还是死在中国的呢 是吧 所以谭词同绝对是一个爱国者 但是他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呢 是吧 你 你接下来会看啊 他说了好多这一类的话 是吧 那么 但是 是吧 他真的是认为 这个 啊 西方的军事上的强大 会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吗 是吧 恐怕也不见得 可以这样说 是吧 那么 谭词同接下来他又说啊 他说我们中国啊 现在是没有什么人把中国人当人的 是吧 这个西方人啊 看不起中国 关键是中国的皇上更看不起中国人 是吧 他说啊 天下为君主囊渡中之私产 其是华人之身家 曾弄俱之不弱 之不弱 五愿华人 勿服梦梦谬以为 同类也 夫自西人士之 则找其为二矣 他说现在的西方舆论啊 普遍把中国描述的 是吧 是一个皇上为所欲为 不把中国人当人的国家 所以现在有些洋人说 是吧 说我们侵略中国 是要解放中国人 是吧 是要把中国人从皇权中 解放出来 是吧 他说 故俄报有云 华人苦到尽头处者 不下塑造 我当灭其朝 而救其民 是吧 凡欧美诸国 无不为誓言 皆将其 仗义之美民 应以 余裂其资产 从最后面这句话中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是吧 其实谭词同是知道 民主制度 是对自己的人民好 但是在对外政策上 民主国家也很自私的 是吧 民主国家说他想救谁 救谁 其实难免 其实也是为了自己 是吧 所谓的 皆将 及仗义之美民 应以 余裂其资产 是吧 民主国家也是对外侵略的 民主国家 这个制度 是吧 民主制度说穿了 就是 谁选你 你的权利来自谁 你就为谁考虑 那么既然 民主国家的权利 是他们的人民授予的 所以民主国家 当然是为 他们的人民服务的 是吧 这里我要讲啊 民主国家的外交 说穿了 我觉得很简单 是吧 我们现在有些人骂啊 说美国的外交是 是为美国的一小撮 军火商服务的 是吧 那么有些人又称赞说 美国的外交是为 全世界人民服务的 我觉得那都是胡说 是吧 美国的外交既不是为 一小撮美国统治者服务的 也 当然更不是为我们中国人服务的 美国的外交是为谁服务的呢 就是为美国人民服务的 是吧 不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 也不是为外国人民服务的 是吧 所以美国的外交 当然有可能损害外国人民的利益 是吧 但是 它绝对是有利于美国人民的 是吧 那么 谭词彤其实是看到了这一点 是吧 因此他才说 既然民主国家 是有利于本国人民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学呢 是吧 而且我们也只有中国人自己建立了民主制度 才能够防止外人 将借仗义之美名 应以鱼猎其资产 是吧 你可以看到谭词彤的逻辑非常之简单 因为 洋人在对外关系上 他也是支持的 所以民主制度 我们不但要搞 而且我们一定要自己搞 是吧 可是我们有些人 那个逻辑完全是 倒过来的 是吧 因为 洋人的民主 是有利于 他们的人民的 所以我们为了反抗 洋人 我们就坚决不搞民主 我们就坚决要欺负我们自己的人民 是吧 我们用欺负自己的人民来显示我们 与外国不同 是吧 来显示我们的所谓的爱国 是吧 这种爱国就是慈禧太后的爱国 是吧 慈禧太后的爱国和谭词彤的爱国都是爱国 但是这两个爱国之间有非常大的区别 是吧 民主制度有利于本国人民 所以我们的爱国就要为我们本国的人民谋幸福 所以我们要搞民主 而且我们要自己搞 是吧 不能等外国来借民主的名义来 来来来来管我们的事 是吧 可是这个 可是这个这个 另外一些人像慈禧太后就说 是吧 说西方人正在侵略我们 所以西方人搞的我们就不能搞 是吧 西方人民主对他们的人民有利 是吧 那我们就绝对不能搞民主 因为我们不想对我们的人民有利 是吧 这就叫爱国吗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谭慈总讲了那么多的话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他的最后这一句话 华人不至为之 其祸可胜盐灾 是吧 他说我们国家本来在军事上就已经至于弱势 是吧 如果你又不是民主国家 如果你又是个专制国家 你连道义的制高点都被人占了 那你不是更可怜了吗 是吧 所以他说啊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不但要搞民主 而且我们正是因为我们是个弱国 所以我们才尤其要搞民主 所以我们才尤其要搞民主 其他这个我们是一个大人的